欢迎来到94要客诉与绿党合作的周周民调时间 我们的民调时间是从9月23到9月24号 首先我们来看到是总统支持度的部分 自从柯文哲以及郭台铭宣布不参选之后 整个总统的选情就回归到蓝绿两党对决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瑜的支持度则是34.5 蔡英文是48.8 可以看出来两个人差距有十几个百分点 其实最近韩市长除了高雄治安不太好之外 还有一些失言风波也让他的声势越来越下滑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是预期当选蔡涵的看好度 韩国瑜是30.8 蔡英文则是56.5 这个部分看起来两个人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现在蔡英文总统的声势也越来越高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有两个国家跟我们台湾连续断交 来看一下这个断交对总统选情的影响 民众是更支持蔡英文还是更支持韩国瑜呢 更支持蔡英文有47.9% 那支持韩国瑜则是34.5% 好 其实看得出来这个连续断交呢 民众呢对于蔡英文是更支持的哦 也就将近过半的民众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下一个 好 这是对蔡英文的另外一个考验 就是这个博士学位的争议了 好 来看一下民众认为呢 这个学历争议是选举抹黑的有58.4% 那不是选举抹黑则是23.9% 好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有过半的民众呢 认为这是选举抹黑的手法 好 接下来呢 如果我们以各政党票来看一下 这个不分区的政党票支持度呢 好 国民党依旧是第一名37.5% 民进党则是27.1% 台湾民众党9.4% 时代力量则是6.9% 台湾激进党呢是1.4% 绿党1.9% 亲民党则是0.7%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哦 这个如果是以政党支持度蓝绿来看的话 这个泛绿的民众呢 有39.1% 那泛蓝则是41.3% 不偏任何政党则是10.8% 其他则是8.8%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韩国瑜呢 目前的这个支持度 我们呢 统计出各县市对于它的支持度 好 这边呢是最高的哦 最高呢 则是连江县59.7% 金门县是55.2% 台东县是45.4% 好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外岛民众非常的支持它 好 这个如果是最低的来看呢 则是宜兰县有22.6% 云林县是25% 那嘉义市则是26.1%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周的九字要客树 周中民调我们把现场交回给盛文 来说好了 来吧 谢谢观看